Hello大家好,我是星巴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图观L Pro的实车的拍摄 现在是宁波市展 那为什么会来拍这辆车 这辆车我们不是宁波市展 我们应该也不会拍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辆车型是图观L的244,800的版本 首先我是来看大江的 但这辆车版本是没有大江的 现在要到246,800的R令版本才会有 就是再贵2000块才有大江版本 现在这个是不带的 这个车型你可以理解成是大众在2024年最新世代的车 应该是没有之一的 那实话说说你比整个一个大众的品牌来说 它才是非常非常新的 包括也用的是815芯片 也用的是智能车机 也用的是大江 整个车型的设计 我觉得如果放在大众展台里面 我觉得确实是好看的 我说几个外观上面的 先说夸的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比较好看 在太阳底下 包括淡淡的紫色也不是说特别的招有 然后整体外观设计 我觉得对于大众品牌来说 我觉得还算是跟原来的大众车型去比的话 我觉得是要现代多的 包括整体的这些 有点类似于塑料外面再堵了一层玻璃 大概这么种感受 实车表现还可以 我觉得如果是放在大众里面 包括这些风道的设计 包括这些镀隔设计 我觉得我刚刚内饰外饰室看过了 如果说你一直以来是了解大众的 是喜欢大众的 我觉得这个内饰上面的进步 外观上面的进步 就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放在整个一个 它放在对面 宝马对面 没有问题 但放在整个中国车市 我觉得 稍稍的提不起说特别大的激情吧 应该这么说 我对图观还是算比较了解的 因为原来图观刚刚进口 一代图观刚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10年还09年 反正就我刚刚买车那会儿 买Sport的时候 图观还是非常硬核 那时候图观加价2万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图观无论低配高配 都是加价2万块 先说几个细节吧 我觉得我刚刚内外是去看过 我们家原来最早也是有辆大众宝来 所以我们对大众整个车系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 我们先看一下内饰部分吧 内饰部分上面是唐素的这种缝线 大面积的 仿皮革的 做的还可以 我觉得整体做工质感 做的应该是比较优秀的 这个点真的非常的怀念 然后下面的木道的部分 它也是基本上都是皮革的了 然后包括有蓝色的缝线 蓝色也是大众这几年相对来说 比较特色化的吧 因为原来的高尔夫R之类都是蓝色红线 然后下面是皮革 这些按键部分相对来说就比较传统的 然后座椅 座椅部分也是打孔皮 然后有做那种筒式的座椅 有点类似于以前老的高尔夫 高尔夫GTI的那种上下两部分 都有包裹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下面是打孔皮 然后做座椅按摩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皮革还挺细腻的 整体手感也还不错 这个要说一下 整体的大众在内饰上面的 就座位上面的舒适程度 支撑性 我一直是评价还可以 你不会说做的难受 但是你说跟现在 日本上国产品牌都跟豪华车 ABB都是跟奔斯S比 那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吧 然后内饰部分 现在也是全液晶仪表 包括这个选档部分 也是跟那个ID系列一模一样的 屏幕也是大的液晶屏 然后三块液晶屏 现在车机也是8155的了 然后中间 这个还不能点亮 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没有开吧 然后这边也是带通风的无线充电 然后自动驻车 然后带线位的杯架 然后这些部分能碰到的地方 它也是用皮革 就现在你会看到整个大众品牌 它也是在逐步逐步的把这些 本来它们走量的 可能没有那么豪华的车型 现在也在往豪华做 但是还是国内太卷了 然后打开扶手箱 里面是一个小的扶手箱 差不多能放个七听可乐 八听可乐吧 差不多这么个水平 还可以 但整个扶手箱 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宽裕 现在国内都车宽得要死 然后包括上面有双向的阅读灯 然后包括一个带这样连的天窗 上面也是黑内 现在都是黑内了 黑内 然后整个方法盘的那个按键 也是跟ID系列一样的 是触摸式的 但实际上我个人对触摸式的方法盘 大家都知道啊 三幅式我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大众的整个方法盘的手感做的还不错 但是这种触摸式的 我是肯定不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触摸是你最好是有那种回馈 是能按下去的 触摸加有回馈才好 它是完全不带回馈的 是这种完全硬的 通电以后可以 通电以后它可以按下去吗 可以 可以按下去的是吧 通电以后它有个阻尼的 就带点那种 是有段落的吗 有有 这我还真不知道 它是可以动的 这是可以动的 有反馈的 那还可以 如果我觉得应该是有反馈的 没有反馈我觉得是不行的 然后有带三组的座椅记忆 OK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后排 后排前前排是一样的 也是皮革包裹的 都是皮革包裹的 这都是一样的 都是黑色皮革加缝线 然后有标准的 哇 这个座椅还蛮躺的 这座椅非常躺 座椅非常躺 然后有三个独立头枕 然后后面的座位也是带包裹的 也是打孔皮 皮质还是比较舒服的 跟前排是一样的 然后有两组标准的 SOFIX的安全座椅 然后这边也好屏 这边有两个Type-C的接口 两个独立出风口 然后就没有了 下面有一点点的隆起 但是还行 不是很大 然后带一个中间的扶手 扶手箱带两个杯架 带三个杯架 中间这个小杯架不知道干嘛 但是贯通式的 你可以放杯子的时候 你可以去放手机 然后是软质的 这还挺好的 OK 看一下后备箱 后备箱还比较大 下面有 这应该是车罩 然后带一个备胎 后备箱还可以 还挺大的 硬是SUV 是带电尾的 带这样连 最后来看一下轮胎 轮胎是23550R19的轮胎 来自加通 最后是关于图观L Pro的静态品件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 去借一辆 我们去试驾一下 然后看到ID3的24款 11万9千9的金爆价 ID现在价格真的 价很多 这个可能都不是底价 这边还有一辆朗翼新锐 这颜色还蛮跳的 是个青色造型 还蛮特别的 本来给大家印象 你朗翼都是那种黑白灰 它给了一个青色 还蛮特别的 OK 只有十大众 OK 就是宝马展台 宝马X1 当然宝马X1不是我的重点 宝马X2 也不是我重点 我重点是来看宝马X3 X3其实也不是重点 其实宝马现在我觉得 这台宝马的X1 这辆车型我知道某些地方 它的优惠幅度 跟宝马X3可以扛一扛 可以扛一扛 但是据说据说据说 如果说你觉得你们当地 好像没有那么大优惠 可以等一等 可以等等 那先来看一下宝马的 全新的X1 那这辆车型跟宝马的X1 可以说是对吧 双生子 但是它价格方面 当然现在X1价格也还可以 那这辆车型其实如果是 隔几年前 它已经快尺寸到X3的尺寸了 那现在它就是叫X1 然后用的是宝马的LED灯 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看一下轮胎 这个轮胎竟然是用的是 耐克森的轮胎 耐克森的2555 R18的轮胎 轮毂也是宝马传统的形式 但是轮胎我们也知道 宝马会用耐克森 然后这边是宝马的M的logo 然后这边可以打开来 里面是一个 它直接是没有盖子的吗 这一般来说会有个盖子 这是一个慢充接口 然后另外一边应该是快充 然后整个车型的尺寸 就跟原来的宝马的X3 差不多 iX系列已经现在 包括宝马的i系列 整的一个整体的 其实我要这么说一下 如果你对宝马电动车不了解 我很早以前 我就出过一期宝马的iX3 其实我哥当时就是宝马中式用户 他当时就买了第一代的宝马iX3 那个时候还是有改电的 但它用下来其实口碑还比较好的 宝马其实iX系列 包括i系列 宝马是少有的合资品牌里面 真心真正价格一开始就放下来的 放下体面 保销量 我是给点赞的 然后这是iX1 iX1还出来的比较晚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供平台的这么一个产品 然后整体的新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宝马做电动车其实也是比较久了 当然你说跟国内这么卷 倒另说 但是整体的宝马的电车 在我这边 我觉得是价格合适 还是可以买的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整个宝马iX的设计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这边后面就是我们传统一级上的快充 它是这样子 是传统一张快充 当然你说800V这种车 那你也不要想了 但是它毕竟是宝马品牌 这个两说你在很多地方 我只能这么说 你在很多地方经济并没有那么发达 其实宝马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 实话是说 号召力还是强的 宝马奔驰还是一个有面的事 这也没什么毛病 没有什么毛病 而且本市上宝马现在价格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到内部看一下 这件事情就多少钱可以买 那我以后可以再专门出一期购买推荐 但现在要看车 首先它是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这个也是现在世代 中国引领潮流 也不能这么说吧 然后打开来 然后宝马的内饰部分 其实你以传统的豪华车去要求 现在X1去比的话 也是完全不落下风 跟国家品牌去比的话 那毕竟本身就是豪华品牌 豪华品牌原来跟我们说的 我们那边的大众什么区别 就在于它用了更多的 这种豪华的用料 包括这些皮革 大面积的皮革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 你国家品牌也是这么做的 大面积的皮革 皮革就是能有豪华感 然后这个皮革的触感还是 非常非常饱满的 就用比较硬硬的皮革 然后填充并没有说 填充的非常非常非常软 然后这些是雾银的材质 有两组记忆的座椅 然后这个好迷你 这个按镜还蛮有意思的 看起来像硬松掉 但是做的还蛮 蛮有特点 它上面是有那种纹路的 你知道吗 有那种纹路的 做的还挺好的 然后来看座椅 座椅也是打孔皮的 也是有大面积的包裹 宝马座椅一直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宝马座椅会比ABB里面 我觉得它是最硬的 实话是说 我更加喜欢奔驰的座椅 我觉得宝马座椅有点偏硬 我想起来我 唐蒂的那辆M4 但更硬 硬中硬 但宝马翻转盘 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 粗壮 手感 真棒 然后是三幅式的 中间是M的logo 然后旁边还带镂空 然后 还看一下 全液晶屏 这套车机也是宝马现在最新世代的 其实这个车机应该是已经比我唐蒂的那辆M4已经要更新一代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上面顶部大面积的这种软质的糖素包裹 应该皮革 我靠还都不是糖素 软质的 现在X1都已经这么卷了 X1都是皮革了 这上面全是皮革 太卷了 宝马也这么卷 也挺离谱的 然后三幅式放上盘 好 中间是挡把 挡把是RNDBP 然后一键启动 然后带两个杯架 然后下面有两个Type-C 好评 两个Type-C 然后一个12V的点源口 这边有个12V的点源口 然后这边是音量 像雪牛 哇 这个助攻好好 这才是豪华车嘛 挺好的 手感挺好的 有段落的 然后一键切换 然后模式的选择 Auto Hold 然后这个是跟车距离吧 应该是 然后并没有扶手箱 下面是有两个储物槽 可以放纸巾 差不多是这样子